作为2018年世界体盘最重大的一项赛事之一,亚加达亚运会的脚步正越来越近,对于中国的运动员们来说,四年一届的亚运会仅次与奥运会,是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大槽,对于新一代的中国男男和女男来说, 他们已经准备就绪,即将迎接亚运会的考验,北京时间7月25日,亚运会中国男男和女男的名单正式出炉,男男这边,此次代表中国出战的是男男红队,主教练是李南,在运动员的12人大名单中,除了效力于NBA的周期,和即将登陆NBA的定业宇航之外, 还包括奥哲林,赵继伟,赵瑞,房硕,刘志勋,于场洞,孙宁辉,赵泰龙,董汉林和阿古杜沙拉姆,这一次,中国男男红队主力紧出,阵容强大,需要在亚运会上大展拳脚,有一般作为。 这届亚运会,从美国特训归来,且在NBA下季联赛中,表现抢眼的周期值得期待,球迷们迫切的想看看他能在国际舞台上打出怎样的表现。 另一名球员丁燕宇航,刚被NBA达拉斯独行侠队签下,也急需证明自己,可以说这一次,男男给了中国球迷们无数的期待。 除了教练和球员名单之外,此次亚运会的篮球项目领队人选正式确定,他就是中国篮协主席姚明。 看到姚明的名字,就让很多球迷感到心里踏实,作为中国篮球的公式民宿,大友在担任篮协主席后,聚功金粹,偶心力血,立足改革和创新。 上CBA联赛和中国篮球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和生机,有姚明亲自带队出亚运会,相信男篮和女篮的队员们,一定会向非靠一棵参天大树,心安审定,取得不错的成绩。 球迷朋友,你认为这届亚运会,蓝蓝能夺冠吗?